霓裳 听说行头会断了方式的不原 你们现在还有地方买布吗 那还有多亏令书的关照 我才有今日的结果 如今我无计可施 想必他们应该很高兴吧 我早就告诉过你 可你就是不听 现在如何 你劝我向卑鄙小人低头 我当然做不到 霓裳 你这么和我二叔斗下去 是没有好结果的 你越强硬 他们越会释出歹毒的手段 他们为了扳倒你 会不起一切代价 你根本不清楚 这其中的险恶之处 你二叔对我耍的手段 你事先都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提醒过你 不要再和他们作对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那多谢你的好意 霓裳 你终究是个弱女子 任命有这么难吗 你在说什么 这些话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自古以来 女子无才便是德 可你却总是不安分 如今又生出多少是非 难道这一连串的打击 还不足以让你清醒吗 你应该清楚 作为一个女子的本分 你现在最好的出路 就是离开方氏 嫁进我家 安息做你的少奶奶 霓裳 你嫁给我吧 霓裳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一辈子做你的依靠 我求你了 不要再和他们斗下去了 我曾经以为 你跟别人不一样 可我没想到 你跟他们毫无区别 不思进去 看清女子 从此以后 我们连朋友都不必做 因为我瞧不起你 说什么 你瞧不起我 你瞧不起我 对 我瞧不起你 我不屑于你为伍 请你以后别再来烦我 霓裳 霓裳 你怎么能瞧不起我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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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